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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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求回报的善行才是真正纯粹的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机会去行因德 或许是对街头的流浪者伸出援手但却不留名 或许是默默地清理社区的垃圾却从不寻求表扬 这些行为都是因德的体现 它们展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慷慨 想想看 当你行善而无人知效时 你得到的是一种内在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来自于知道你在不求回报的情况下 做了正确的事 它超越了外在的赞扬和物质回报 触及到了我们灵魂的深处 因德 因其隐秘而强大 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无私贡献 现在 让我们思考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应德 首先 当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时 不要犹豫去伸出援手 无论是物质上的帮助 还是精神上的支持都是宝贵的 其次 当我们行善时要学会低调处理 不寻求他人的认可或赞赏 这样 我们就能保持善行的 纯粹性 不让他被名利所染 因德不仅仅是为了别人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它帮助我们培养一颗谦卑和慈悲的心 让我们更能理解和同情他人 当我们行因德时 我们实际上在培养自己的内在美 这种美是无形的 但其影响力却是深远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积累因德的第一步是多结善缘 这意味着在与人交往时 我们应避免结下恶缘 而努力广结善缘 佛教教导我们 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同样是因为有着某种因缘的合合 如果我们经常结下恶缘 就会频繁遇到不幸的人和事 这样会逐渐消耗我们的福报 相反的 如果我们能广结善缘 即使在与人相处时遇到困难 我们也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 坚持这样做我们就能积累无量的功德 值得注意的是 积德行善并不在于你完成了多大的事业 而是在于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积累而成 正如俗话所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只要我们持续地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 最终我们将收获善果 我们每天都有机会与不同的人交往 在这些交往中 我们的言行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有时一句友善的话语 一个体贴的行为 就足以成为广结善缘的开始 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 实际上是我们在积累福报的过程 当我们选择以善良和同利心对待他人时 我们不仅为自己积累了因德 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这种善缘的结合能够创造一个 更加和谐与善良的环境 通过广结善缘 我们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基于互相尊重和理解的 广结善缘并不难 它起始于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 比如在街上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 主动伸出援手 或者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同事时 提供帮助和支持 甚至仅仅是对身边的人展示一丝微笑 也是一种广结善缘的方式 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一次与人互动都是一次结善缘的机会 这些互动不仅影响着我们自己 也影响着他人的福报 当我们选择善意和理解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石时 我们正在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好的未来 此外 广结善缘也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原谅和理解他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让我们感到挫折或不快的情况 在这些时刻 选择原谅和理解他人 而不是怀恨在心 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善行 通过广结善缘 我们不仅能够为自己积累福报 还能帮助他人积累福报 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也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广结善缘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情况 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和成长 每一次我们选择以善良和理解的态度面对他人 我们都在积累宝贵的人生经验 广结善缘不仅限于人际关系中 它也可以延伸到我们对待环境和动物的方式 例如我们可以选择环保的生活方式 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 我们也可以对待动物以慈悲和尊重 这些都是广结善缘的表现 积累应得的另一要素是身心因果律 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奥的概念 说的是巨头三尺有神明 但在这里神明实际上是指因果关系 这是一个真实且不可逃避的存在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是自然法则 不受人间规则的约束 即使没有人目睹我们的行为 每一个恶行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就如古人所言 莫移因果无人见 因果报应时常在我们身边 或近或远 相信因果的重要性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它不仅是一种信仰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当我们深信因果 我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都会随之改变 这种改变本身就是一种无量的功德 是一种深远的善行 很多人认为 行善必须伴随着具体的行动 但事实上 善念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行善方式 当一个人心生善念 这种善意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带来善果 佛教认为造成众生业力的 不仅仅是他们的行为 还包括他们的意识和想法 一个人如果心怀善念 他就会造下善业 反之 恶念也会带来恶果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个原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当我们对他人抱有善意和同情心 我们往往会收获积极的回应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也是因为我们的心态和想法 我们的心态和想法 对我们的行为和最终的结果 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也意味着 我们每天的思考和决策 都在塑造我们的未来 当我们选择善良和积极的想法 我们就为自己和他人 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反之 如果我们心怀恶意 即使没有具体的恶行 这种恶念也会对我们 和他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相信因果这么重要 它不仅是一个宗教信仰或哲学概念 更是一种实用的生活指导原则 它教导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想法和行为 因为它们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 当我们开始深信因果时 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们会更加谨慎地选择 我们的行为和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 它们都有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这种意识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同时也会使我们的生活 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相信因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是它教导我们的耐心和持久性 善行和善念不总是立即带来明显的回报 有时 我们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才能看到我们行为的结果 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行善 因为我们知道 最终这些善行会带来积极的后果 同样的 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恶行 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耐心 因果律不是立即执行的法则 它需要时间来展现其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任务是保持我们的善意和正直 相信最终正义将会到来 积累因德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清净口验 在佛教中 口验指的是我们通过语言行为所产生的业力 这包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词汇 我们的话语 无论是好是坏 都有其对应的果报 口验被设为患苦之门和祸累之时 这意味着 我们的语言不仅能够影响我们自己 还能影响周围的人 当我们说妄语 两舌或恶口时 我们不仅伤害了他人 也损耗了自己的福报 相反 当我们选择说善语 利他的话时 我们的福报就会逐渐增加 如果我们想要为子孙后代积累因德 我们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口验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避免说有害的话 还要努力说有意的话 在日常生活中 这可能意味着少说话多做事 或者当有机会说话时 选择言之有误 清净口业的实践并不简单 但它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选择谨慎的实用语言 我们就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和谐 更积极的环境 这不仅对我们自己有益 对我们周围的人也是如此 清净口业也涉及到我们如何回应他人 当我们选择以善意和同情心来回应他人 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也能维持自己的内心平静 这种平静不仅能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还能使我们成为更有智慧和同情心的人 此外清净口业也鼓励我们深思熟虑后再发言 这不仅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对他人和自己负责的表现 当我们选择深思熟虑后再说话 我们的话语就会更有价值 它们能促进积极的交流和理解 清净口业也意味着我们要学会聆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忙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忽略了聆听他人的重要性 当我们选择聆听 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实践清净口业的过程中 我们会学会欣赏沉默的价值 沉默不仅是一种休息 也是一种思考和反思的机会 在沉默中 我们能够更好地聆听自己的内心 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在谈论积累因德的过程中 小孙父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 佛教经典中提到 肖养父母的重要性堪比供奉佛陀本人 这不仅是一种传统美德 更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们文化和精神世界的行为 孝顺父母意味着尊重生命的来源 感恩那些给予我们生命和养育的人 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对父母的物质照顾 更是一种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当我们用爱和尊重去回应父母的养育之根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实践一种深层的福德 这种行为不仅能够增加我们自己的福报 也能带来深远的正面影响 据佛教经典所述 孝顺父母可以带来四种善果 首先颜色端正 意味着通过孝顺行为 我们的外貌和气质可以得到提升 这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 更是内在善良和平和的反应 第二 气力疯强 孝顺父母能增强我们的体力和精力 这种力量来自于行善所带来的内在平静和满足感 当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 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加健康和强壮 第三 安稳无病 这意味着孝顺父母可以使我们远离疾病和不安 当我们的心灵处于和谐状态时 我们的身体也会相应的更加健康 这种身心健康是孝顺行为的直接结果 最后健康长寿 这是孝顺父母的最终善果 通过尊敬和爱护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仅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了幸福 也为自己的生命增添了价值和长寿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孝顺父母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 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拥抱 一顿精心准备的晚餐 或者仅仅是倾听他们的故事和担忧 每一个小行为都是对父母的爱的体现 都是对生命的感恩和尊重 孝顺父母不仅仅是对父母的责任 也是对自己的责任 当我们学会感恩和尊敬 那些给予我们生命的人时 我们也在学习如何尊重和珍惜自己的生命 这种尊重和珍惜 不仅能改善我们与父母的关系 也能提升我们的整体生活质量 此外 孝顺父母也是一种传承 当我们尊敬和爱护我们的父母时 我们也在为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这种行为的模式会被代代相传 成为我们文化和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常言道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